熊熊火事不斷串烧 黑色的浓烟伴随着凯米台风外围环流的风势 不断往外飘散 24号晚间8点左右 台中神钢区西头路发生工厂火警 由于厂房内对放大量的塑胶粒 大火伴随着风势一发不可收拾 附近民众紧闭门窗都还能够闻到塑胶燃烧的臭味 当地里长台风天忙着巡视灾情 看到这把火越烧越大相当担心 他强调附近有好几个工厂 也是有大量的易燃物 就怕还会再烟烧 后面有木器工厂 对面有蜡烛工厂 然后这边是抓枪 他们现在只在组阁而已 所以我们附近的民众非常的担心 这个占地大约600坪的工厂已经全面燃烧 铁皮搭建的厂房陷入一片火海 加上强风让火势更难控制 消防局派出11个分队的人力车组到场救灾 对周遭的污涉进行涉水防护 阻绝延烧 还好这起火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确切起火原因跟状况还要进一步调查 华视新闻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si我们下转告